下一個例題 就是 給條件 第一個問題是問幾末 這是小事 這是課本習題 所以算是很簡單的 然後再請你 變成重量百分濃度 因為他有告訴我 容易的質量 所以很好換 所以就很好換 OK 第一個 融子末的數就是末的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有大M兩大M 有體積10毫升 那記得要用公升 所以要除以1000 所以帶進去 0.02末 解決掉 小事一樁 然後呢 要我求百分濃度 那下面要放的是容易質量 不用求他告訴我了 不用求他告訴我了 但是要還有一個融子的質量 沒有 可是我剛才有算出來一個0.02末 那0.02末是幾公克啊 末怎麼變質量啊 這是以前學過的事啊 那我這樣做法就是 所謂的掌握不變 找到相等 就是你不管怎麼表示 那個東西一樣誰一樣 你現在算是糖嘛 糖要一樣 糖的質量要一樣 或糖的末要一樣嗎 隨便你 所以呢 就取一樣 取融子 而一樣 好來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做 融子質量相等 融子的末相等也可以 就是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 要等於用重量百分濃度算出來 這是我現在的講解方式 你也可以不要 剛剛講過的 你有末 把末變成質量 然後再把質量帶進去百分濃度公式 一樣可以求百分濃度 這也是個做法 方法很多 看你怎麼想 哪個方法你最能夠理解 最能夠明白 你就用一個方法做 0.02末 從之後知道分子量 分子量告訴我了 36.5 因為 把那個質量 這就是末乘原子量分子量 就是質量 可以帶進去 這是0.02乘以36.5 0.73 然後你現在就可以帶回公式去求百分濃度 但是呢 你也可以用以前的方法 以前有告訴你 融子質量就是 融域質量乘百分濃度 所以就可以告訴你 融域質量乘百分濃度 融域質量乘百分濃度 要等於 融域質量乘百分濃度 那算在它一樣多 所以 大概這麼多 大概這麼多 它叫我取到那個整數位 百分之算整數的叫我 所以我們寫百分之七 那就可以 就是我們的做法 OK 因為是課本習體 所以給的條件比較多 所以會比較簡單 簡單 比較簡單 那一般老師考試 給的條件少一點 就可能要麻煩一點 囉嗦一點 OK 可以嗎 可以